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清楚的指出基督再来和神国度的建立 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时期不会是平安稳妥的时期 那是充满了骚动 疑惑 翻动和毁灭 这是由地上的败坏增加和属灵的污染所带来的 在基督以审判者身份突然在临的时候 政邪都会达到高峰 接着他会引进新的世代 这就是天国的建立了 好 我们继续要探讨的是 天国会以神的大能安置在地上 而他也会以审判建立起来 今天我们就首先来思考这一方面的主题 从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七节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记载了弥赛亚的应许了 经文说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神的国是以公平审判和公义建立的 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 就描写了审判的过程 而这会是在神国建立之前的 那我们只看其中的两段 那首先是看约尔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 经文这样说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 贝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我要聚集万民 待他们下到约沙法谷 在那里施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我的地图 好 那我们要留意两件事了 神要参与对万民的审判 神审判他们些什么呢 神指控他们些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对待以色列民 和以色列民地图的方法 那么第二段经文是在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了 这是耶稣说的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经文这么记载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赴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那你注意了 在这有同一个景况 所有的民族在主的面前聚集 而主把他们分别两大类 右边的绵羊是被阅纳的 左边的山羊是被拒绝的 在这儿我们要留意了 哪些人要被接纳进神的国 而哪些人要被拒绝神国之外呢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他们被接纳 或者被拒绝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怎么样对待耶稣的兄弟 你可能开始感觉到失望了 也惧怕会将来临到世界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在基督里和在他国度里的人 是没有恐惧的 现在我们看看希伯来书 十二章所记载的最后审判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经文这样说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你看啊 这实在是使人震惊哦 这地震也就是以色亚书的二十四章当中所描写的地震 这不但是地震呢 连天也震动了 所有被造之物都要被除去 因此那不被震动的可以存留 什么是不被震动的呢 那就是神的国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看西伯来书 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经文这样说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那你想想啊 如果我们真正是在神的国中被建立的 那么我们不必担忧什么了 在我们遭遇的各样东西都被震动了 地被震动了 天也被震动了 但是神的国是不会震动的 这能安慰你吗 我们必须要肯定是在神的国中了 我们必须要知道身在哪儿 因为一切能够被震动的都会被震动 都会被除去的 对当众当的人来说 天国的来临是一个公义啊 平安和公平的国度的来临 那些贫穷的受受受重压的受欺压的都在寻找一些真正关心他们的统治者 但是在主来之前这是不能够实现的 整个世界无论是在中国是在西方社会富有的会变得更加富有 贫穷的会变得更加的贫穷 没有任何的哲理律法伦理和政府能够改变人的心 因为我人的心是邪恶的 如果不加以主旨的话就会更加的败坏了 要注意唯一可以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正如他离去的情形一样的 在橄榄山架着云彩在荣耀当中他会再来 那我们在这一切的面前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来看看以色亚书的四十章三节 经文这样说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凭我们神的道 那弟兄姊妹 这是不是你比较热切的一个盼望呢 你有没有以你的生活榜样和教训 来预备主的道路呢 主很快就要再来了 在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你愿意期盼主的再来吗 那我们向万民宣扬天国的福音 为主预备道路 这样末期才能来到 我们活出公义和讨主喜悦的生活 以此来预备主的道路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来处理一个新的话题了 谈谈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 那一直以来啊 我们都比较少听见一些教导 是有关基督徒要怎么样与世界建立关系的 我们都知道了 现今这个世代充满了邪恶 基督徒常常要面对一些与信仰有冲突的事物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些时间 来学习怎么样面对和怎么样与世界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请你翻开 我们一起来看 没有的话就听我念了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三到四节 经文这么说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那非常明显了 我们也已经知道的 那就是耶稣受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的世代释放出来 那就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不是已经从罪恶的世代被释放出来了呢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世纪生活 那么又怎么样可以被释放出来呢 所以我今天准备跟你谈谈 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成就这个可能的 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些很重要的事实 那首先 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 时间的巨轮不断的在那运转着 成就了不同的年代和世代 神用他的话创造了一切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大家都知道啊 说出来的话是看不见的 但却是创造啊 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事物 那怪不得使徒保罗就在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说 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了 这个世界和世界上 我们所以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了 摸得着的了 闻得到味道的东西呀 都将会被毁灭的 唯有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这就是要认清楚的第二件事实了 神的话语是最真实的 万有都是靠他而造 靠他而立的 好 第三件事实就是 这现今的世代快要终结了 如果我们都相信这个事实的话 那我们现在生活的态度 就受这个事实的影响了 圣经有很多处的记载都告诉我们 这个世代不会长存 都要成为过去 都要终结了 这其实是最好的消息呀 因为现今世代充满了罪恶和邪恶 而且还是会变本加厉的堕落下去的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上 遇到属世界的诱惑的时候 就要记住这个世代 快要终结了 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站在审判台前 向神交账的 那么我们就要敬前的度日 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 胜过一切的诱惑 又以主再来的盼望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 那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第四件事实了 耶稣的名字是至高至尊的 现在是这样的 将来也是这样的 这件事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战时属于魔鬼管辖的 这个世代都要服在他的权下 但是唯有一点是不变的 耶稣的名字是永远都是至高至大的 格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 经文这样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那你注意了啊 这里告诉我们 撒旦魔鬼就是这末世世界的神 所以他是不愿意看见这个世界要终结的 末世人的心被蒙蔽了 所以称撒旦和他手下的为神了 但是时候要到 世界就要被毁灭了 撒旦所拥有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 耶稣基督要再来到这个地上 在荣耀的光中建立天国 好 让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加勒太书的第一章三到四节 经文说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你注意啊 这一段经文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世代当中被释放出来 这世代是邪恶的 因为这个世代的神是邪恶的魔鬼 这世代充满了邪恶和罪恶 所以至高的神要把这个世代终结了 我们做信徒的也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有责任去改变这个世代哦 我们当前的任务乃是要彼此劝勉 又教导更多的人以尽情的生活 来度下余下的日子 让更多人得到主再来的盼望为动力 叫人因着福音的缘故 得以从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被释放出来 不错 就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 仍然可以被释放出来的 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邪恶的世界了 虽然我们的肉身还是在世界上生活 但是我们实际上却是已经被释放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 十三章撒种的比喻 那是第二十二节的经文 经文这样说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非常明显了 我们从这个世界所得到的 只有思虑和钱财的迷惑 而这些顾虑又只会拦住 我们对神的渴慕的心 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三十四节 记载主这么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 勒住了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不错 如果我们只顾眼前的生活享受 而忽略了属灵的事物的话 那我们就落在 引致灭亡的陷阱里头去了 你要醒察下自己 是不是有太多的思虑 如果有的话 就要常常的警醒 也要借着祷告 求神帮助你 挪去你的思虑 因为在主再来的盼望当中 是应该没有思虑的 主已经成功的把人类 从这个罪恶的世代释放出来了 我们的生活态度 就应当照着主所指示的去行了 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那了 那经文这样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按照经文的意思来看 这个世界和神的旨意是相对抗的 我们要效法世界的标准和价值观的话 那么我们的心意与神就相差得很远很远了 所以我们的心意就要靠着圣灵来更新 就好像拍照的时候 要把焦点和距离都调对了 景象就会很清晰了 同样的 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神那 以神为我们的中心 再让圣灵感动和引导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心意改变 改变得合乎主的教导主的要求 那么我们就能够与神的心意相通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提摩泰后书的四章 另外一处的有关这个世代的经文 那是保罗对提摩泰说的 第四章第九节和第十节的上半段 经文这么说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贴萨诺利加去了 迪玛做了什么措施呢 他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撇下了保罗 自己一个人走了 你想想看 这是何等令人伤痛的事哦 好我们接着下来就思想一下 爱世界的危险了 如果我们参考别处的经文 那例如哥罗西书的第四章 菲利门书的第24节等等的 我们就会发现迪玛本来是使徒保罗的同工哦 和保罗一起经历过不少的事情 那显然了 保罗并没有留意到迪玛的品性里面呢 有瑕疵 以至于使他在信仰的道路上一跌不起 迪玛撇下了保罗而走 他的这个行动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可能是因为保罗已经老了 身体衰弱得很了 而且还下到监牢里头去了 保罗传道的巅峰状态 已经好像是全过去了 其中一名亲密的同工 特罗菲摩也因为病了而留在米利都 迪玛当时可能是用了属世的标准来衡量情形 保罗对他已经没有多大的帮助了 就连信心的祷告也似乎是医不好同工的病了 亚西亚省份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呢 也都离弃了保罗了 所以迪玛认为他要替自己打算一下咯 不要被保罗连累了 不过你可能会说迪玛没有犯别的罪 他只不过是在不传道而已了吗 不错 从传道事工退出来 然后安定的活下去并不是什么错误 迪玛的错是在于他贪爱世界 这是潜伏在他里面的一个缺点 到了时候就会显露出来的 那么弟兄姊妹 你里面有没有潜伏在的相同的缺点呢 你现在可能是很活跃的侍奉神 传福音 但是当有一天试验来到的时候 你的信心是不是站立着住呢 你对这个世界的爱慕 是不是会影响你的信仰呢 这个世界不错 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但是你千万别让这些东西成为你跌倒的绊脚石才好啊 试想一下 你代替迪玛陪伴着保罗在一个又冷又湿的监牢里面 保罗的脚被锁上了铁疗 身体又衰弱 需要你不断的服侍他 现在你有一个选择了 可以出去到一个温暖适合的房子里头去安定的生活下来 那么你选择会是离开去吗 还是留下来呢 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回答哟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从迪玛的例子里头看啊 并不是要批评迪玛所做错的 那是从迪玛的身上 查看我们内心是不是有相似的一些缺点 我们更要多找机会去实行舍己的爱 因为唯有舍己的爱 才能够帮助我们撇下自己的享受和愿意为主受苦 舍己的行动能够帮助我们通过任何的试验的 菲律比书有一段很好的记载 那在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经文是这么说的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妇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照那能教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你想想看啊 主耶稣降世 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释放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是双重的身份了 两种国籍啊 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中国的国籍 我们中国人当然是中国国籍了 第二重身份就是我们重生得来的属于天国的国民了 天国的国籍 我们已经有了进到天国里去的入境证明书了 现在等待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把我们这些会衰败的身体 改变成为符合天国居住环境的荣耀的形状 既然有了这个荣耀的盼望 那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也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天国的事情上面呢 经文说 爱世界的人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度负就是他们的神 那么换句话说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活着的 他们的心思只固连地上的事物质的丰富等等 不但是不相信耶稣的人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基督徒啊 也是这样的心态啊 他们不是不爱神 只他们爱世界比较多一些 他们对主一点点的爱 不足以支持他们失去的物质的享受 所以就选择了 在这个选择之下了 就投向爱世界的怀抱里去了 新月圣经曾经不止一次的警告我们 爱世界的危险啊 所以我们需要严肃的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已经从世界中被释放出来了呢 我的心思意念是在哪些事物之上呢 我生活的标准是属神的还是属世的呢 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罗马书的十二章所给的解决的方法 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圣经告诉我们 到那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那不敬钱的和罪人将要怎么样呢 神要用我们 也就是用教会来向这个世界施行拯救 在这个非常的关头 神要我们发挥我们的功用 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 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自我检讨 除去对世界的爱 神就要把我们砍除掉了 因为爱世界的信徒 绝对没有能力把得救的福音 传给世界的人听的 唯有实行舍己 爱神与神心意相通的人 才能够这样做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 他自己的根本没有神的爱 基督的样式的生活见证 他怎么样去向别人传福音 他拿什么东西跟人家分享呢 那有人曾经这么说了 一条船在海里是没事的 但是要是海水在船里头的话 那就坏事了 因为船要沉了 同样的 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事的 那要是世界活在基督徒里面的话 这就坏事了 因为人要灭亡了 所以我不断的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基督徒要入世 但不要属世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吗 我们必须要跟我们周围不幸的人一同生活啊 这是一个大的社会啊 我们要入世 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啊 我们是属天国的国民了 基督徒要入世才知道怎么样对付世界 但是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属于基督的 那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了 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释放出来 我们心意就要更新而变化 我们要以属灵的事物为重 以神的事为念 那么我们处事的态度和标准自然的就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是有所不同了 这往往就反映在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在某些事情上的取向了 比如说人生观价值观啊 甚至包括了我们的美学观点都能够表现出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同的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使徒约翰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那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的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那才是永远长存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